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对啊 肯定很合理啊 尽管这样是通常会发生在经济困难的时期 但是考虑到因为最近快速升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 所以说涨起来的利息对借贷成本已经提升了很多倍了 比如说以前买房子很多时候 2%到3%的时候买一个房子 经常是你的房贷就是2000左右 2000到3000之间 所以那就是很容易负担的 就可能工资了就能负担了 或者把个小房间出租出去就能够解压了 现在随便买个房子超过100万的 你至少是4500 可能很容易就达到5000以上的月供 这种是对大家的负担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现在就是说多少是合适啊 现在的这个政策控制者说 应该是把这个利息保持在中性的利率 就是说做到最好 也不刺激 也不抑制经济的这个水平 我们的行长指出了 如果这个中性的利率的方面 是在2.25%到3.25%之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 现在也是3.75%了 如果再降两次袭击的话 应该就基本上能达到这个中性的水平 但是呢 感觉这样一降 就还是要看美国的问题 因为加拿大一直都是这样的话 对吧 美国现在大选的时候 可能 川普为了连任 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能会跟着降息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在市场方面的预期 大家都觉得隔夜的预期的政策利率 将会在2025年的3月降到3% 虽然这些都是受很多的影响了 就是说刚才你说的 可能受美国大选 还有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化 还有现在加拿大也在进行选举 比如说BC省也在选举 搞得一塌糊涂 就是说还有很多政治的原因 所以说这个降息最后能不能在明年3月份实现 这也难说 但是这次降息的确是带来了明显的 在市场上是带来了明显的反应 比如说从房市上 9月份因为房市的确是非常不好 因为加拿大的公寓上市量太多了 使得加拿大公寓的价格已经快速的下跌 销量就是非常非常的小 跟以前对比起来 虽然9月份我们看起来 在多伦多的那个公寓嘛 还是有感觉有点小小的抬头 但是它那个库存量是非常大 价格就下跌的非常的厉害 就说跟过去5年比的话 但是经过最近的一期降息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 成交量就明显上去了 你看现在4月份还没过 还有一天嘛 但是从这个How Sigma的这个图表上面来看 这个How Sigma我观察了好长时间了 它这个数据更新是大概两三天更新一次 这个521这个销售数量是昨天更新的 所以这个可能有点滞后 所以说现在10月份 这个多伦多市的公寓成交量 是521套 但估计还有两三天的这个数据的差距 所以说应该会 我感觉应该会达到600套的公寓销售量 一个月 对 如果达到600的话 那就比上个月508套要高了 增加一点 对 比去年同期的513 现在都已经比它高了 比去年都高了 去年是很淡的 对 现在 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 从销售量来看 就是同比和环比都在增加了 对 三次四次加起来加过这个东西来 那就完蛋了 但具体价格有没有涨了 我们就还是不太清楚 虽然从这里图表 这个是中卫价格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平均价格 中卫价格来说是稍微有点上涨了 达到了公寓的中卫价格是66万 那我们来看看最近多人多 401就是那个408就是金融区和那个湖冰区的房子成交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是最近三天 其实最近成交量不是很大 但是我感觉这些很多人都开始买稍微大一点的房子了 因为这大一点的房子它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所以现在基本上看到有一套是50万以下 大部分都是50万以上的房子 比如说这一个38万售出的 38万 这个挺大的 38万挺便宜的 对啊 它这个是500到600尺的一个公寓 它的房理费也不高 50了 这个房子看起来我觉得还行 就是说跟这个价格比起来 它主要是没有房间的 没有房间这个batch了 对 但是这个batch了非常的大 你看到厨房都已经有这个隔开了 并不是紧贴着这个房间 主要是它没什么升级 都是比较老 但是如果以38万买到再出租的话 我感觉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吧 对对对 是38万这么便宜 应该可以 但是现在就是这种房子可能贷款上有点困难 但是30多万应该也还是可以承受的好 这个是超过500尺的应该贷款可能没问题吧 超过500尺 零家一零房居然能超过500尺吗 刚才我们不是看到他那个房间挺大了 你看这么大 对 他应该可以做一件发 对 具体这个能不能贷款 如果听众们有对这个有研究的话 请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我们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在这附近 看找找没有三十来万的房子 买一个出租也不错 因为这个是在样街上 对啊 样街如果是样街的话 按那个社区嘛 对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随便出租个2000是可以的吧 你看在这个地方 肯定没问题啊 离市中心也比较近 所以公寓的特点就是如果风险相对较小一点 涨的话收益也会稍微小一点 其实另外这个房子我觉得也不错 它虽然是稍微贵一点了 59,9000 它也是在样街上16街 我打断一下 在敦多买公寓的话 其实最除了要买那个市中心的之外 最好就沿着样街上买 那交通也方便 而且样街是称为是中心多的龙脉 龙脉 这个房子呢 我觉得为什么还可以的话 因为它也是比较大的 600到700尺 它是一个卧室一个洗油间 还有一个车位 现在在市中心有车位的房子不太多了 如果是一个卧室的有车位的不多了 对因为新建的房子车位都很紧张 对一般你要有三个卧室或以上 不是两个卧室或以上才能够配 让你有资格买车位 对啊 而且它的管理费也不高 你看513 嗯 还行吧 所以说从这个房屋的面积和它的售价比起来 这个应该也是在1000加币 一平方尺以下了 不到以前吧 对 而且这个楼层还可以 并不是以前我们介绍的 有些看似简陋的 它的楼层都在10楼以下 嗯 楼层可以 楼层很重要 楼层对于公寓很重要 嗯 你看它的这个厨房 设计不错 对厨房跟这个living room 还是有一点隔离的 哈哈 这个这些摆设还蛮那个的 嗯 它的房间也是有窗户 嗯 嗯 也有移植 所以说还是非常正规的一个房间 是 它这个景色倒没有什么 因为它是对着里面的 稍微有一点点对着这个高速路 但是它应该在10楼以下 应该也没有噪音的影响 嗯 它远处还能看到CM Tower 这个应该是稍微有点偏假的 这个词 并不是它能看到的 是它外边的环境能看到 哦 这是在那个Harvard Front 对 但是这栋房子里面 它应该是对着里面的 哦 这不相近了 这个就对面街就是 对 所以说这个房子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这个12Yang Street 16Yang Street 应该挺不错的 嗯 可能是不是某一栋能够搞 Irmbnb的楼 我感觉啊 哦 是吗 这接触到你的专业了 没有专业 那个 那个 道庭图说而已 嗯 嗯 最后这一个房子 我也想聊一聊 这个房子 呃 呃 呃 它 我感觉也不错 因为它是13楼 楼层也是挺高的 啊 虽然它标的是呃 不到500尺 但是它里面有一加一个卧室 一个洗手间 它就没有撤位 嗯 最后成交价是呃 47万 47万7 一加一的能够40多啊 这个 对 对 确实 它这个一进来就是呃 有一个小的空间的客人 这一个空间当着是一个呃 一个书房 一个店 嗯 对吧 对 对 这个书 这家 你看那椅子好像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些staging的人刚进货都是一个地方进的 嗯 有可能都是在 是不是宜家 嗯 对啊 有点像 这个一个感觉啊 它这个房间呢 是不是完完全全隔断的一个房间 嗯 你看是这个房间 是这种推拉门 所以说这个 因为新建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这样了 所以说它这样它才能够做到500尺以下 能够做到一加一 就一个卧室一个书房 对对对 这也是偏挤的 但 但无论如何它 如果把这个推拉门 拉起来了 也有衣橱 对 也是 比较不隔音啊 反正和那个没有 林房的那种也就差不了多少 也是隔开了 而它的景观还是可以的 除了这个红色的挡板我不喜欢之外 啊 能看的视野是挺宽阔的 对 所以说 现在 对 这个利息下降了 的确是对这个房地产是有很大的帮助 销量上是 先把一些 这个市场消化了一些 太多的 就是 对 估计这个工艺市场还是得再消化个两三个月才能明确看到是不是真的有起色了也希望12月份继续再降至少再降个百分之百零两二五 好吧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请多多点赞留言 关注转发打开小铃铛 欢迎加入 频道和discord讨论群 这是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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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